县府在民间乡仅止社区活动中心准备简报 向相亲说明如何进行改善工程 因为每一件都是民众的澄清案件 相亲都非常关心 县当许志华正式在民间的工程勘察 总共有27件针对农路、道路、排水沟等改善工程 我们也谢谢我们的代表会 我们也澄清了大概有14件的案件 都是我们的各个代表在我们的地方上 在我们每一村和我们的村长看到这里 需要来协助搜索与他们来提出 当然要去我们的中许基议员 去我们的副董事议员 这样这个丁情案件 也感谢到我们的油耗理委 也都来给我们这里做一个丁情 所以我们今天在民间乡核定了2000多万的经费 那么我们会有些也会委托工所这边来执行 那希望我们跟这个地方合作 大家把我们乡民最需要的地方建设 还有这个安全的问题都能够顾好 让我们的乡亲都能够开心 这也非常感谢我们团队 对着我们民间的建设 今天所来看的总共经费 差不多2500万 这厨是我们今年都已经第三厨 来到我们民间那里 今天就对我们民间那里 所留的经费 总共也将近5千万 5千万 在这里也非常 我们口感充 对我们民间那里建设的主动也非常感谢 这27件纯情案件 有仁和 万丹 新街 新光 砍角 浦中 三轮 部下等村里 幸福在前一阵子都已经完成会刊 今天特地准备简报 就是要向乡亲说明如何施工改善 以及聆听地方意见与需求 我们的民间那里建设的大洋科和土木科 总共有充金要2千万 所以就要感谢我们的管制副 郭管长对我们民间那里 国川所有的需求 和我们的传统的需求和代表的需求 可以说很幸福来六十 来做我们的道路、牛牛、博含的施线 让我们的村民、農民 可以交通更便利 有很多農民和水高 或是董路群都已经担放了 所以现在我们 书县长也很厉害 一生路答应 颇快一千万的经费 来过来施作 我们整个民间商的工作 还有很多议员来 曾经也有很多工作 今天书县长出门 再次来颇做到 补助我们民间商 将近两千多万的工程经费 也竹条来完成 再次来感谢我们许县长的用心 为了让民间基层建设更加完善 县府编列2400余万元经费 改善27届民众承情案件 县长徐书华表示 每一项改善工程都关系到民众的日常生活 所以一定会尽快施工改善 记者蔡时期 民间商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